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圆满前行五家行的 观有为无常 第五种观修 观有为无常又叫做观寿命无常 这个观有为无常 寿命无常不只是观照自己 因为我们人凡夫有五概 就是你没有禅定神通的力量 所以你没有办法了知法界很多事 不能纵观自己吉凶祸福 罪福因缘 所以你都觉得自己的状况 就是说一无所知的 那你应该观察自己身上 种种的苦难还有不具足 自己身上有的人说 我自己很好过啊 家里也还可以 经济也不错 没有什么大的悠闹了 你可以去多付出爱心去看别人的 所以我跟同修讲 你常常要去疗养院 你去看看老人家 你看看这老人家 他要插管 要鼻胃管来喂食的时候 他躺在那里 人躺在床上整天怎么会舒服啊 对不对 你试试看躺一天都不能起来 他一定要乱动 他要乱动的时候手被绑住 他不是一两天 这可能他的余生都是这样 你要用心去关怀这些人 然后他因为没有被照顾得很好 开始长入疮 开始要接受 还有这个医疗人员 不耐烦的对待 外籍老公不合理的对待等等的 每天都在上演 这些痛苦 你旁边随时都可以触及的 你去医院当当志工 去看看这些弱势族群 看看这个小朋友从小都没有父母亲的 他有很多的这些不可思议的成长过程 这些你不能漠不关心 你去看看这一些 然后看看这些观寡孤独的人 他怎么过日子 你要去 不接触这些远近 好像我们常常处在温室当中 过程这个优渥的生活 你怎么会去 失误无常苦空呢 所以这个就是 很切药的事情 在道场我都跟他说 我们每年都要办 大家要去关怀弱势 大家去关怀不要光表演 大家都表演得越来越 越有专业水平 要去观察 很多对自己思维苦空无常 非常有帮助的这个层面 那你去想 你看我们常常同修在放生的时候 我们下雨都会穿雨衣 坐车 对不对 你放出去那些森林 你想想看 他放出去以后 你想想他也是一条命 为什么他的命运这么坎坷 他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东西 今天你救活了他 不是他就过着幸福快乐生活了 他还有他很多要面对的 所以很多事情你都要去失误 你自己身上没有大的痛苦 你母亲有没有痛苦 你父亲有没有忧郁症 有没有睡眠障碍 你去看这些人 这些痛苦你如果是麻木不仁 目不关心 那当然你道业无成 一个发慈悲心 修大圣菩提心的人 这些东西你不能当没看到 所以可以去观众生的苦 然后感得有为无常 我们的寿命再怎么直取 也不过百年 非常的短促 到底还能做什么事情 就是相当的有限 所以很多没有学佛的人说 那这个短暂的人生 应该及时行乐 吃喝玩乐 对不对 那就是浪费自己的一生 那他就是有痛苦的来世在等他 短暂的人生应该及时行善 及时修行 及时去帮助周边需要帮助的人 创造一个没有后悔的人生 这个人生的意义价值才会提升 来世就有一个巨异的人生 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境界在等你 所以这个同修多付出自己的爱心吧 多去看看我们周边这些痛苦 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东西我们已经习惯回避了 因为那些人的苦境 你一想到 想到某个人的名字 想到某个人的痛苦环境 你就不想再想下去了 你想到不管我什么事 啊 那个祝福他了 就这样就把他带过去了 其实那些痛苦不会停的 那被你知道就是跟你有缘 你为什么不尽力去帮助看看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矢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